先讓我讚你,其實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我經常在台灣、香港也問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曾經也有想過去學習,不過我又覺得自己又好像沒有這些天生的材料和記性比較差 因為我知道每一幅牌玩的東西都不同,以及每一張牌正反或不同的事情解釋的東西都不同 但你真是比較厲害的一個神經 攜維爾九號外版 2022年April和May的《塔尖暖林星座運勢》 來到Part 5 of 11 首先提一下各位全人類一定要先聽Part 1 因為那個是全世界都適用的 無論任何星座,無論男、女、香港人 Part 1都是會用的 但現在這個Part 5就有五類人要聽 不論男、女、不論在香港與否 但只要你的星盤觸動到這些能量就要聽 第一類是 如果閣下的個人星盤BIRTH CHART 裡面的上星星座 是在巨蟹座20度至29度 第二 如果你找過我做PERSONALIZED的算命服務 我跟你說過要聽獅子座 要聽完獅子座 要聽完獅子座 要適合分音 第三類 如果閣下的BIRTH CHART 裡面有大量的星 在獅子座的10度或附近 第四類 如果你是太陽獅子座 第五類 如果你是上星獅子座 甚麼叫上星獅子座 即是說 你出生那一刻 東方地平線和黃道交界主星器 第一個星座是獅子座 但是怎樣去找呢 或者很多有關你BIRTH CHART的東西 怎樣去找呢 甚至連你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以前是有出片教過的 那條片的link 就會放在這條片裡面的video description 或者看螢光幕右上角的Q卡 都會有的 好 那儘管叫你們做獅子的朋友 獅子的朋友 聽著 如果一直有些事情 令你們是有一些 就是隱憂 或者一些很尷尬 很醜醜的事 不敢被人知道 例如一些隱憂 或者一些心裡面的陰暗面 一些秘密 或者一些 一些 可能 一些 一些 不便於啟齒的疾病 性病 筆舉 或者有一些 屈屈不得志的事 經常都是達成不了目標 你想和別人去分享 OK 事業上失意 或者甚至 你有些醜聞前生 你破產 沒有人去傾訴 其實這個 April和May 你們 記得和家人傾訴 或者 還有些人 我稍後會跟你說 OK 總之會有貴人 肯定肯成為你們一個很好的聽者 是讓你們去釋放 OK 但是 如果我不想找家人 或者我稍後會講的某些人物 你去看心理醫生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仍然都放不下那個面子 根本找到不想找別人去幫 那你就唯有自己去硬近了 但是這個硬近其實都有辦法 可以 sleep away your problems 英文說sleep away 一些東西 即是你睡覺就忘記它 OK 或者你可以透過禪修 打坐 冥想 一些這樣的辦法 去解決了 因為這個April和May 是讓你們去解決這些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如果不是 蘇州過號 你之後 即是你過了這些黃金時期 你都不搞定它 那這些問題 就很久都會一直困擾著你們 獅子朋友 好 還有 如果你們接下來是想搞一些 國外的事務 例如移民 是的 搞Visa 搞Passport 要搞Shipman OK 或者你們有一些外貿生意 國外的business OK 又或者如果我當你的business 是做一些和國際 航運 物流 有關的事情 那 月中 開始 這個April中 開始 都可以有一些幾好的消息 終於是 給到你有一個圓滿的著落 例如你之前申請 申請BNO 有望在April中 的前前後後 特別是April中 打後 OK 終於是有結果 可能批給你們 OK 還有 如果我當你們現在想著再讀書 再進修 那在這些事務上 都會有一個結果 是在April中 的左右 出到來的 好了 其實除了我之前說的那些家人 這些貴人 其實呢 在 你們人生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一開始說 你們有些什麼 不敢給人知道 或者你去搞 搞國外的事務 或者甚至你是去 要去 可能再讀書 那可能你都要問人去借錢 是不是 隨便去做你這些這樣的事 除了家人 是你們的貴人 原來你們都還有很多的貴人 那包括 如果你一向有 business partner 或者你一向有一些 是長期 sponsor 你的一些投資者 或者你的一些贊助人 或者 你一些 在生意上面 經常都有往來的大客 或者你請了他們 或者你一些法律顧問 是的 或者你一些法律顧問 你的agent 或者你的發言人 OK 或者是幫你去 對了 即是發言人 是的 對 發言人或者代言人 OK 如果你是身邊有一些 這樣有關的人物的話 這些 不斷經常跟你合作的人 其實呢 都會在我以上講的所有事務 都很幫你的 很幫得到手的 OK 又或者如果你結婚的話 那你的伴侶 那你的伴侶 其實他都是你家人 OK 所以 很多的事務 今個April和May 都很多人肯去幫你分擔 是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是一些很私隱的事情 那你當然是跟家人說 就是你有性病 你跟你的律師說 你跟你的律師說什麼 是吧 但是一些行業的事情 可能你跟家人說 又沒有幫助 所以 為什麼我會這樣去劃分這兩類 是不是 但是其實 我當 如果 如果你真的跟一些 可能你跟你的行業伴侶 你跟你的贊助人 是朋友 你不介意跟他們說 你身體發生一些不舉的 然後 然後 原來你的家人 他們又很懂計算的 做生意很厲害的 又可以幫到你生意的 那你 你就這樣去混合和合 去找他們幫忙 OK 是的 但是 我相信 都很大機會 如果真的你搞國外事務的事情 那你要找家人幫忙 就少不免了 OK 特別是你的兄弟姊妹 為什麼呢 我覺得 可以是一個這樣的案子 就是說 如果 你身體移民 那可能 你要 你要 就是 讓家中的老父老母 留下 是不是 那誰來走來照顧他們 那可能 你就要靠你的家人 特別是你的兄弟姊妹 去 大家一起去商量 那 所以為什麼 跟家人 其實那個 聯繫 都應該會比較密切 一些 OK 那還有 特別特別是 在May 10號 當木星移入八陽座 如果 很多事情 就真的會來了 很多 我剛剛以上說的 所有的事務 你真的會 起行 你真的會做做做 OK 好 還有 我想說 那 有些藝術 但就算我當你真的畫畫 跳舞 那些都算是藝術 OK 我想說 其實獅子座 是一個出很多藝術的星座 就把它走出來 我也就好 我只是以香港為例 而有名的 已經有一對夫婚 他們兒子 是師事座 掉手 就是鄭秀文 跟許志安 他們這麼多年 都是為香港人 帶來很多娛樂 爆脆新聞 很多花心 給我們吃 好了 我打一個比喻 可能他們這對藝人夫婦 趁著木海俠的時期 可能他們會一起去合作開演唱會 或者他們兩夫妻一起去 已經決定他們要移民離開香港 或者移民去不知哪裏 或者他們會一起出新歌 一起出新唱片合唱 然後就賺大錢 總之獅子的藝人 木海俠是一個 你們的藝人的成就 會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 或者你們會得到一些很好的 很好的Patreon 去贊助你們 去達成夢想 好 接著還有 去到April 30日 或者你們當是1月1日 勞動節 就會有日食兼新月發生在金牛座 金牛座新月日食 對了 話說 伴隨著這個星象 原來剛好就會滲集了天黃星的能量 天金牛的能量 同時也會滲集了火星在雙魚座的能量 然後金牛座對於獅子座的朋友來說 是你們的十公 然後雙魚座 因為火雙魚 雙魚座對於獅子座的朋友 就是你們的八公 即是日食新月 兼天黃星會載獅子座朋友的十公 而火星會載你們的八公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們的事業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轉變 尤其如果你們是自顧人士 或者你收入的主要來源 是透過收佣金的 是透過收佣金的 或者是透過分花紅的收佣金的 OK 又或者在稅務方面 或者如果你要成是 你一直是很想去拿一些refund 一路是想去借loan這些方便 那在這個April尾頭 就會有一些大的轉變 OK 這個轉變呢 偏向是壞 特別如果你的上升是在獅子座的10度左右 又或者如果我當你是太陽獅子 如果你是August頭出生的 那就要有定心理準備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